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毕合毕拓为代表的三大矿 这叫产业资本开始浮出水面 在这些产业资本面前 我们感受得到的是人为刀组 我为愚肉 那咱们今天是不是走进这个毕合毕拓 这个我们中国公众似乎很陌生 一点也不熟悉的这么一个百年历史的公司 咱们来看个小片 困扰中国钢铁界的2009年铁矿石谈判 依旧悬而未决 2010年度的谈判却早已经悄然开场 最近有媒体披露 三大巨头之一的毕合毕拓 加大了铁矿石谈判外围造势 尽管目前谈判仍在进行 但毕合毕拓已经单方面通知我国一些钢厂 要求把长鞋矿临时结算价格提高40% 等谈判结果出来后 再按照谈定结果多退少 强势态度背后毕合毕拓意图非常明显 人为推高铁矿石谈判价格基础 从中国钢厂那里获取暴力 曾经中国企业面对的是高盛 大幽灵班的身影传缩 如今我们不得不拉起毕合毕拓 这无处不在的翻云覆于手 媒体猜测说 就现在这种谈下去 最后结果都中国来多 这是一定的 这个理解都不要 而且现在大摩已经调高了这种预期 因为今天铁矿石这个价格会少得 百分之六十比较离谱 而且最近毕合毕拓很爽 因为你看春节过后 这个铁矿石现货价格已经是 狂涨 八个月来的最高了 最高的点了 而毕合毕拓的一个立场 就是说把这个铁矿石谈判 想方设法把这个长鞋价 跟现货价格去拉近 现在能打到现货价才最好 它有两个目的 要么是指数定价 要么是现货 有什么好处指数定价的话 我可以用它的指数 它的标准 另外一个现货的话 可以它调整 它容易去操纵价格上涨 它可以操纵 其实我现在说 应该不算什么泄密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钢厂的表态 就是说中国的2010年长鞋矿 极有可能就涨 这是一致意见 但是中国钢铁企业 他们希望什么呢 希望以这个同一涨价 来换取同一价格 还是希望长鞋矿 就平安一点 不过你看我们刚才 走到这个地步 我只有为止叹息 而且你看钢厂人 自己调感说什么 说我们现在中国钢铁的利率 还赶不上银行利率 在整个壁和壁托 霸道强势之下 钢厂这个 不过 可能各位观众会对什么 壁和壁托感到有点陌生 可能会想说 你今天干嘛讨论壁和壁托 我查了一下 比如百度百科了一下 还没有咱们财前浪眼 百度百科高 这么重要的一个百年的公司 大家点击力都没那么高 但是我们不应该都要陌生 比如说我们奥运的时候 奥运会和残奥会 北京这个奖牌 是他们来提供的 而且是壁和壁托 中国区的经理 跟北京奥州的官员 一起揭牌 我在那个发布会现场 讲牌发布会 真的 壁和壁托也在 其实很多人都误解 壁和壁托 它不单是一个铁矿 是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企业 它还掌握了很多的 其他的金属资源 不过今天我想 跟各位观众做个解释 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唐突 又谈高市 又谈壁和壁托 到底我在胡说什么 这一切让我们一起回到什么 回到了大清王朝的中期 各位朋友记不记得 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本身 它就带领着英国的炮舰 大开五口通商 对不对 它想通商 我们不让它通商 它就动用武力 动用炮舰 据说以武力为后盾 以通商为借口 然后剥削我们中国人 但是东印度公司到了19世纪的时候 慢慢解体了 谁知取代什么呢 以和洋行 因为英国都想说 这个成本太大了 为了让中国无口通商 还要又派军队什么 太费事了 干脆咱们来点秘密的 怎么秘密的呢 透过以和 以和干什么事 以和洋行 他就已经确定了 今天的一种形态叫什么 他有两个翅膀 一个就叫做金融资本 一个就叫做产业资本 两个互相配合 到中国来掠夺 那产业资本干了什么事呢 他就是投资亚工 叫做福公司 福气的福公司 就在我们三星和河南挖矿 好吗 这是他的产业资本 那他的金融资本呢 和汇丰银行合作 向汇丰银行借钱 那干嘛呢 在中国建了很多铁路 包括金省 包括沪宁 包括沪宁 包括沪宁铁路 都是他们干的 都是以和洋行干的 像汇丰 你谁这样做 像汇丰 你那就是百年的铁路 就是汇丰银行融资 给这个 这个以和洋行做了这个 好吗 这是什么 这是金融资本 你看到没有 他已经开始慢慢分家了 到了1875年左右的时候 多亿的公司已经解铁了 然后这个公司就起来了 好吗 那么各位请注意 这个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 他手中握着两只翅膀 或者两只秃鹰 随便你叫吧 一个就是金融资本 一个就是产业资本 那么到了今天呢 这两只翅膀都硬了 开始各自飞舞了 各自飞舞了 那么金融资本呢 飞舞成我们上期讨论节目高盛 高盛的幽灵 产业资本呢 就是以避和避托等等 还不止他了 还有什么 包括什么 我们谈过的孟山都啊 等等的 新产业资本 那么今天我们就谈谈 产业资本对于中国的掠毒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避和避托 就是工业里面的孟山都 而我查到资料 我发现 它比农业里面的孟山都 还要嚣张 孟山都最多垄断了种子嘛 它没有把整个农业的 各个环节去控制 种子还有化肥 有化肥对吧 但是你看这个避和避托 我随便念几个数据 真是探为观止 避和避托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石油天然气勘探和生产商 是世界上氧化铝和金属铝的 主要供应商 是世界前三大铜的生产商 前五大银铅新生产商 避和避托是世界上第一大 这个炼胶煤和猛矿的海运供应商 第三大铁矿供应商 而且避和避托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高质量的 钻石生产商 对 你刚刚讲那个就是 他控制这个控制那个 可能跟我刚讲 可能还觉得是跟我们 有点距离远远 其实一点都不远 你看你刚刚讲的 控制这个什么铁铝 等等石油天气 你想看 如果这些东西都是 一家公司避和避托控制的话 你晓得是什么意思吗 我念一段给你听 铁矿决定了钢铁的成本 铝土决定了铝的成本 而钢跟铝决定了建筑 汽车飞机列车 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成本 除此之外 石油化工 这门是由石油天然气决定 它也控制 因此建筑行业占中国GDP的5.6% 工业占了43% 那么工业产值中国一共是40多万亿 里面规模上1万亿 总共有13个行业 我那个数据给各位观众听 我们中国超过1万亿的13个行业当中 不受到直接影响的只有3个行业 10个行业 13行业里面10个行业都受到避和避托的影响 而另外3个受到间接的影响 10个受到直接的影响 就是避和避托对中国的产品出口 铁矿石 铜金矿 梦矿 煤 石油 还有钢铁产品 还有农业 还不止我们 我们谈过孟三都是吧 那是孟三都 它没控制农业 农业占了中国GDP的11.3% 农业成本怎么决定呢 比如说农业机械燃料等等会决定农业成本 它总值 在被孟三都控制 还有什么 化肥 对 好吧 化肥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化肥的基础是假肥 也就是说避和避托这只手 已经从工业领域直接进到农业领域 这个假肥了 然后再配合了孟三都控制我们的种子 控制我们的杀鼠农药 它再控制我们的肥了 那我们还玩什么 而且好像说到假肥这个概念 就是好像从中国假肥谈判之日起 就是这个避和避托开始布局之日 对 那知道我们需要假 我们需要假 从2005年开始假肥谈判 然后呢 中国的因为中国的缺假耕地的面积 是占到耕地面积 总面积的56% 就意味着说这个对外益存度很高 从2005年底开始谈判呢 当然我要说的是那个 当时可能避和避托正在布局 还没有真正成为直接向中国出口假肥的一个企业 中国最大的那个谈判对象 就分布在加拿大和前苏联还有中东地区 目前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胜利啊 当然所谓的胜利 说去年那个中国中化和那个白俄罗斯公司BPC 谈妥的一个历史以来的最低价 对 当时是被就倒案价跟他 他报的好像600吧 600多 然后最后谈成350 当时被称为这个中国谈判作伤最大的一次 最大的一次设计 这个难受一次 对对 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那个加拿大 它是全球假肥资源最其中的一个地方 逼和逼拓正好往内面发展 是 他一直在提出要收购 加拿大的一些大型的假肥企业 我们的企业啊 尤其是国企啊 特别喜欢谈判 嗯 谈的基本谈的都不太好 除了少数经营谈的有点成就之分 基本上都不太会谈 谈什么亏什么 但是我们对于好像这个确保来源 我们兴趣是不大的 我们有个资料显示啊 这个加拿大有一个华人 这华人还是比较爱国的 他叫做周丹元什么 他手上有大概380平方公里的假矿 而且他的碳価权 在加拿大是吧 在加拿大 对他还有更多的碳価权 大概总共可以到达4000平方公里 又来找我们的国营企业 你都不理他 几次不理他 最后他的矿 他的甲矿被逼合逼托收购了 多少钱收购呢 22亿人民币 其实中国可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解 中国很多国营企业 包括清卡甲肥那些 他们觉得中国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甲肥大国 因为根据那个资料啊 就是发现了那个罗布博甲盐矿床之后 那么中国的甲肥供给不足和耕地的 那个缺点的矛盾会慢慢淡化 有一个数字说是到2020年 如果这个项目全部投产 甲肥自体率会达到50% 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 因为甲肥的开采过程中投资非常之大 耗时很长 这个技术也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说碧合逼托现在也在布局 但他还没有完全垄断 对 他有这个新建设 这就是一种要警惕要担忧啊 你看中国这个甲肥行业 做出一个保守估计 说碧合逼托计划产能 现在至少已经在1000万吨左右 这个数字是中国整整一年的 甲肥需求总领 所以他的计划就专门对付中国 我们步伐前进一步 他这边就布局一步 对 那他会做什么 下次用低价 现在我们先买了 买之后呢 这占尽我们中国市场的以后 以后再来谈判 我倒是觉得不一定是说 一个碧合碧合逼托针对中国了 而是说他有先见之明 他确实意识到这个资源的这个可贵性 对 对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之前那个 中国跟全球谈判那个甲肥的时候 加拿大的对手 美国的对手 BPC的对手 每次都在谈判之前 突然宣布减产或停产 然后中国就跟人谈吧 谈到最后价格高了吧 我们提供的价值越谈越高 所以说对于B和B托而言 现在有种调感 说中国的贡献是鞠躬之尾 你看B和B托前不久公布 那个上一年的半年这个彩表 那真是特别华丽的一个彩表 它是2月11号发布的半年彩表 截至到2009年12月31日 B和B托公司实现净利润61亿美元 大约增长了134.4% 就根据中方协提供的数据 这个利润就跟可能中国68家 这个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加在一起 购买有关 可能这个规模差不多 而这68家钢铁去年的利润 下降了31.43% 我们熟悉B和B托更多的是两个事件 铁量场被狙击 一个是中铁 一个是中铁 那谁是这些被狙击的 你竟然发现了 不是媒体 而操纵媒体的人 B和B托 它一方面是谈判周上谈判 一方面是谈判周外的公关 对于这种产业资本 对于B和B托来讲 公关 政府公关是最大的一个本事 我们熟悉B和B托更多的是两个事件 就两场被狙击 一个是中铁 一个是中铝 有些中铝炒的是沸沸扬扬 1.95亿美元的分手费 当初我跟媒体就讲了 是你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你知道吧 就像 其实我自我感觉良好一下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中海又说过优励和优田说 毫不夸张的讲 全中国就是我第一个讲 不可能成功的 然后呢 中铝事件也是我讲的 不可能成功的 为什么有这几个公杉 你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B托有什么理由 让你中铝能够成功呢 我觉得有必要研究一下 B托这个战略和战术问题 它特别高明 这个狙击中铝的时候 真的是 就到了最后那个时候杀出来 这不会摧毁之力 我觉得 没有 它主要是什么 知道吧 它是一个非常会谈判的民族 它晓得 收购这种矿产资源呢 到处都要政府批 对 就凭这个政府批这段期间 二十年三十年 它先把政府搞定 就是说 它一方面是谈判周上谈判 另一方面是这个谈判周外的公关 对 对于这种就产业资本 对于这个B托来讲 公关 政府公关是最大的一个本事 B托有一个优势 因为澳大利亚的政府呢 它本身对于矿产资源的保护 也是有一个意识的 所以那时候 澳大利亚的财富 对对 财富 所以那时候不是说那个 澳大利亚上议院反对党的国家领袖 叫乔伊斯 他就反对中企并购澳企 就说这个 我们不能让另外一个政府拥有澳大利亚 他们把这个资源等同于澳大利亚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非常怂动的 他背后的优势 但是谁去优势的 就是必和必拖 还花多少钱优势 我们调查了一下 必和必拖的 大概每小时400澳元价格 雇佣说客 去跟陆克文 澳大利亚做陆克文等等 来做公关 不要卖 不要卖 还挺成功的 这个钱花的值 你看 他们能够花钱去请别人来当说客 干脆我建议我们中央协下和中旅 以后谈判的话 去问必和必拖 你那个400块付给的哪一个人 咱们找那个 请那个人去谈判 其实代表我们中国去谈判 铁矿石价格可能还好一点 你看澳大利亚前财政部的官员 叫斯蒂芬周史迪 他说 他说当时啊 这个中旅的案子的时候 来自必和必拓的电子邮件 充斥着最高级官员的信箱 还被超送至部长办公室 而这些邮件的主题 全部都与中国公司有关 不但是 不得对上 他们对下也是这样子的 他们发动了很多调查 说那个2008年 当然结果是90%的澳大利亚人 相信中国会成为亚洲的领导者 但60%的人 对此表示不安 你在这种名义基础之下 你想说过他什么矿产自由 那都不可能 他又说 我们澳洲不能够被中国掌控 那你玩不下去了 为什么 那谁是这一切背后的主导 你竟然发现了 不是媒体 而操纵媒体的人 必和必拓 你看当时 澳洲时代报也发了一个文章 叫 必和必拓定了陆克文的对华政策 他就说 必和必拓在澳洲的高级部长的耳根面前 喋喋不休 利用政府的政策失灵 维护自身利益 最终扫除中国公司这个障碍 但是反过来说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型的利益集团 都有这个能力和这个意识 去说服当局者 去做这样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它是一个正确的商业行为 也是一个他 比较符合他自己的战略的一个行为 我们节目里面会谈到 已经谈到过这个丰田 情况也是一样的 福特 为了打击丰田等等 他做了一样的事 包括跟政府合谋 做说客 说服政府等等 他做了一样的 这个可以理解 问题是什么 我们不太理解这个事情 我们不太懂公关 好容易澳大利亚有一个会说华语的总理 我们还是不会谈 总理之后紧接着发行总体 他是跟澳大利亚联合矿业 对联合矿业 而且最可气的让国人气愤的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收购他们 我们的报价比辟合辟头要高 竟然我们还输了 但是我们报的是1.33 1.35 1.35 他们报的是1.3 对 这是不一样 不一样 他们是那个 币和币都是全现金收购 整个收购 而且更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 币和币的本来对我们收购 那个叫什么 联合矿业本来有兴趣的 你兴趣了 你要做吊业 他想买的话 想做吊业 然后花钱对不对 想他花钱 那个时候去年进行又不好 他也不想花这个钱 刚叫一个总帖 你先去花钱 对吧 他调查完之后 调查完之后非常详细 花了非常多的钱之后 报价1.35澳元 币和币就说 那我就不用吊塞 反正你1.35 我给你少一点 我打个折 打个折对不对 然后呢 我要透过路克文 这个路 把你给赶出去 这不就好了吗 一样的方法吗 你看当时 币和币托的铁矿石部的总裁 他表示说什么 说这个收购啊 与这个币和币托 在西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运营是猛 因为他这个矿区 跟他的矿区挺挨着 不管是之前这种 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什么运输 广网运输什么的 而且这勘探啊 挖掘啊 这种输送啊 我们重铁都没有意思 然后他用了一个词 我很气愤 他说 币和币托拥有和开发 这个铁矿石 就是联合矿业铁矿石 这个矿藏 比中铁更具有逻辑性 更具有链条 更具有这个链条 而且更是什么意思 当他把中驴打败了 中铁打败了之后 去年的10月22号 币和币托的董事会主席 阿格斯先生呢 公开劝导中国人 你要放下敌意 他说 我们要学会与大孩子 打交道 对吧 他就是大孩子 我们小孩子的意思 然后他又说 他自己并不知道 为什么中方的敌意 是怎么产生的 他不晓得我们 怎么产生的 比如铁矿石谈判 这本来是这个 币和币托的领域 对吧 但现在由于铁矿石谈判 更多的也开始 期货化金融化了 在这个领域 也提供了 给金融资本 差异点 中国这个企业的钱 来拉中国这些国营企业 去跟币和币托卡上 到最后我们打败了 亏了对不对 他收了顾问费 咨询费 顾问费 你还给金融资本 我希望我们国营前 在谈判的时候 第一个 要仔细地研究一下 了解别人的游戏规则 第二个 这就是一个杀戮战场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水平 你就别去 从那个08年开始 中国海带收购 开始加快了 币和币托意识到 那个中国的对手多了 他必须要抢先收购 就是他意识到的这一点 但是很有意思一点 你看币和币托购计起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网 他不希望有漏网之余 但是好像还有一个 最近这个眼眉 眼周煤矿 眼周煤矿 眼周煤矿好像逃脱了 这个币和币托的组 还要逃脱 那不是逃脱的问题 而是什么 那个是个 那个非常小的一个煤矿 他是跟那个并购的澳大利亚的 这个菲利克斯资源 对对对 他是怎么 他那个年产量才七八百万吨而已 那算什么 你注意到没有 这段时间从 应该是从06年开始 国际煤矿的那个价格都低于国内价格 对 那很多企业去海外购煤 购煤矿 他其实是为了赚这个利差 这是个企业行为 我认为这个眼周煤矿收购 那个菲利克斯是个企业行为 而这一次的他收购 其实他本身对币和币托没有任何威胁 但是你要晓得 币和币托最后 动用了这个什么 澳大利亚的外资审查委员会 给我们开了四个条件 这个条件太聪明了 答成了 对 四个条件 给各位听一下 就是大家学习学习啊 以后如何跟币和币托谈判 第一个 全部现金收购 好吗 三十二亿美元就这么划出去 第二 所有的管理团队 销售团队必须澳洲人 好吗 就业给他们了 就业给他们 他们继续就业 第三 煤炭价格 中共说的不算 这个本来中共就说的不算 本来说的不算 现在更确定 说的还是不算 明确告诉你 黑字高 小孩子小朋友 你说的就是不算 而且要根据 他们讲他的意思 就是什么 要按照公平合理论的进行销售 就按照参照国际市场价格 因此我们收购之后 还是按照国际市场价格 并不是说 像我们没老大一样 我自己身上没有自己决定价格 那不可以的 还是按照国际价格 因此你对价格 你没有任何的操作权 没有任何定价权 第四个条件就是 这个要上市 好吗 上市之后 在澳洲上市 现在上市了吗 没有 大概要是2012年 2012年 上市之后怎么样 卖给澳洲人 好了 非常好了 除了这个大股东之外 股民是澳洲人 因为这个中国普通的投资者 是不能够去 对啊 然后呢 美价上升了 公司赚钱了 然后股价上升了 然后土地谁 然后藏富澳大利亚人民 藏富澳大利亚人民 因此呢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纯粹花了32亿美元 帮助澳大利亚人就业 帮助澳大利亚的股东 获取更多的财富 然后呢 价格我们决定不了 还是按照国际价格 而您看 对于这些上诉苛刻的条件 呃 眼周煤业公司的负责人 呃 他们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他们认为并不苛刻 这是眼煤融入澳洲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呃 只有强调并实在的实现 该并购对澳大利亚当地经济啊 税收啊 就业技术的方面的好处 才能经营好这个菲利克斯这个资产 并为未来的新的并购奠定基础 我们表示很乐观 对对对 我们我们说过没有不乐观的 啊 中国人说话呢 中国人这个这个心态总是那个你好 我才能好 这样那个心态 就是双赢的心态 但其实我个人对教授这个四点 有点普通看法 比如说那个现金收购啊 那你说那个 毕和毕托是不是也是完全现金收购的 UMC联合矿业 其实现金收购它不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外汇还是很多 这个不是大问题 第二呢 说那个让澳洲人在经营 我倒觉得他们这是好的 中国人去经营肯定经营不好 第三个您说那个价格的问题 它就是因为价格便宜 它去买它的 所以这个也不成为问题 最后那个 最后那个是有点问题 当然做股东来说的话 可能这个上市的会好一点 我们中国总是比较喜欢上市 对对对 我们中国学做了一个介绍的时候 就想上市 喜欢台股传奇 当然他做股东的话 你长了我也获益 对 只不过是那个 中国大百姓就不能获益了 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中国学生 讲究一个这个军等 对对对 然后你赚钱我赚钱 双赢 中文善良 共同开发 因为我们是个非常善良的民族 不过你看毕和毕多的例子 你发出来 它是什么 它不是的 它是零和 对 零和博弈 我的赚钱一定是你的亏钱 加在一起一定是等于零 那我们想双赢 双赢几乎不可能 因为这个矿产 至于就是个零和游戏 利用的物件 对 这种产业资本就不能再生 对 对不对 而且这种产业资本 它狡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 咱们说的高深这种金融资本 它是典型的要翻云覆雨 翻手为云覆手为云 所以我们呢 这样这么讲 你看我们节目里面谈过了 金融资本以高深为首 对不对 产业资本呢 就是必和必托 还有我们讲过的孟山都 等等的 我四大粮商等等 这个 这个就讲产业资本 你发现我们呢 跟金融资本谈是输的 跟产业资本谈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游戏规则 而我们的整个思维啊 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思维 是什么 双赢的思维 这个思维都要做改变 因为在矿产资源 在金融战方面的话呢 只有你输我赢 或者我赢你输 没有可能说是赚赢的 因此我希望我们国文前在谈判的时候 第一个要仔细的研究一下 了解别人游戏规则 第二个 这就是一个杀戮战场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水平 你就别去 就这么简单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么多年 大概是四五年的时间 有很多的国际的那个 做IPO财经公关 以及那个做投资顾问 还有那个海外并购的一些专家 赚宝的钱 对他们是谁 赚了 他们是谁 他们是金融资本 没错 就高深这种公司 他们赚宝了中国这个企业的钱 来拉中国这些国营企业 去跟B2打仗 到最后我们打败了 亏了对不对 他说的顾问费 咨询费 你还给金融资本 对 这就是金融资本跟产业资本 在过去的一鹤亚行事业 到现在又结合在一起了 一个坑你 一个把你当顾问 教你如何去被坑 所以你知道 我们经常对高盛或者美龄等等 这些投行们的一个 拉拢的投资 但是失败的 我们评价为 虽败有融 他赚钱了 而且你看现在 比如铁矿石坛 现在由于铁矿石谈判下来 更多的已经开始期货化金融化了 那在这个领域 也提供了给金融资本 差异角 产业资本本来的地盘 你知道他为什么 B2要搞这个什么 现货价格来这个谈判了吗 因为现货价格更容易被操纵 谁操纵呢 金融资本操纵 高盛操纵 你得看 他们看起来是分开的 金融资本产业资本 是吧 其实他的内在灵魂 就是一鹤亚行时代 还是活在一起的 而中国这些钢铁矿石 是想方设法的 想签这个长鞋架 因为现货价风险太大 因为容易被操纵了 中国企业也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说 今年金融可能就是 同意涨价来换取长鞋架 换取长期合同 这你看 闭合闭拓的一个强硬 就之前咱们聊 阿根廷跟英格兰 不是历史上有那个 马岛海战吗 对 最近这个 你看马岛又起纠纷 英国政府是开始 在马岛附近 开始勘探 开采石油 这个东西也有 闭合闭拓的 也委托给 闭合闭拓来开采 英国政府给了 四家英字公司 作为行动的主导方 闭合闭拓的 跨业公司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闭合闭拓 它是过去是 两家公司的合并之后 第一家公司 是澳洲公司 叫闭合 第二家公司 是英国公司 叫闭托 两个家在一起 叫闭合闭托 因此有英国的影子在 因此你想 你记不记得 一鹤亚航是谁的 是英国的 东印度公司 就跟谁有关 还是跟这老牌帝国有关 因此 闭合闭托呢 就是从东印度公司 到一鹤洋行 到现在闭合闭托 一个系列 而且发现 英国的声音都在后面 所以我们都说 那个英国人聪明嘛 低调嘛 一直很低调 美国人你闹吧 你被成为靶子吧 我慢慢慢慢赚钱 就是 而且你看啊 闭合闭托 这次为了开采 这个福岛的石油 又让回忆到什么 东印度公司时代 竟然号召英国的军舰 去阿根廷海外停车 跟阿根廷海军对峙 这又回去 我们无口通商 是不是 那是闭合闭托行为 跟东印度公司 什么差别 跟一鹤洋行一样的 所以是帝国主义的 亲密本质是不会改的 毛泽东说来是对的 这叫现在叫 新帝国主义的阿根廷 不是在中国 阿根廷现在有反弹嘛 英国媒体报道说 阿根廷可能计划 针对这些 从钻探项目中 获益的这些英国企业 阿根廷官方可能 冻结他们未来 在阿国的这种商业活动 报道说 受的影响的 包括一个巴克莱银行 一个就是全球 最大的矿体 闭合闭托 阿根廷要制裁 闭合闭托 那你妈 他们抛金就来了 我跟你说 这个很难实现 所以怎么做个小总结 就是我们曾经 不熟悉高盛 后来我们熟悉了 曾经我们不熟悉 孟山都 现在我们熟悉了 曾经我们对 闭合闭托 一知半解 不了解 现在我们也 慢慢的熟悉了